54年的时候,这康熙皇帝啊,这右手就不能写字了,应该啊是中风的表现 哥康熙皇帝他们老家东北话说呀,这就叫做脑血酸 这隔壁五老二那酸的是腿,康熙皇帝酸的是右手 您各位早班啊,我是昆仑刘石,咱们闲言少叙是即刻开出 今天啊,咱们继续聊这康熙皇帝在晚年对诸皇子的态度 康熙五十一年的九月三十日,康熙皇帝宣布再次废除太子 他说呀,皇太子应仍自复利以来,狂击未除,大失人心 祖宗红叶断不可托付此人,朕已奏文皇太后,驻将应仍居持看守 我理解这康熙皇帝,这会儿的老皇上啊,在失望和伤心之余 多少的还能舒缓一口气,因为这件事情啊,总算落下了帷幕 自康熙四十七年,康熙皇帝第一次废除太子 一直到今天,这老皇上的心里啊,就一直没好受过 这老皇上所有的迎头一击啊,都来自于这帮好儿子 一次次的失望啊,让这老皇上已经疲惫不堪了 康熙皇帝自己就曾经说过 但自释放太子以来,数年之间,朕之心思用尽,容颜清俭 从当年的画像,您就能看得出来,这康熙皇帝已经从一个中年精壮的汉子 逐渐的成了一位消瘦的隆中的老人 虽然如此啊,但是这现实还得面对 皇太子既然已经被废除,摆在眼前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再立个太子出来 毕竟为了让大清的皇家传祀过程啊,更像中原正术策立一位皇太子 是康熙皇帝从满洲功勋贵族那儿争取来的结果 这老皇帝会不会就这样轻言放弃,不再立皇太子了呢 首先说废太子应人,从小就是按照皇帝的标准来培养的 有哥们说不对吧,这康熙的重皇子啊,在上书房和太子一起学习 并且这班皇子啊,学习成绩都不错啊 各丁各的呀,他都是文才武略的 哎,在这儿啊,我得跟您交代一下 这应人啊,确实是按照皇位接班人的方向来培养 其他皇子呢,虽然能文能武 但是啊,他们的培养方向啊,都是用来辅佐应人的 在这老皇上康熙的眼里啊 这些位皇子啊,他再有本事 也没有一个是当皇上的料 二废太子以后 康熙皇帝在祭天的时候 跟他那老天爷爸爸呀,是这么抱怨的 他说呀,臣虽有众子远不及臣 如大清历数绵长,严臣寿命 臣当一家勤勉,谨保忠实 这皇上的意思就是说呀 哎,我这儿子呀,没有一个适合当皇上的 这老天爷罢别于您要是能眷顾我大清国呀 就让我多活两天,所有的这些活啊,让我来处理 依着康熙皇帝的意思啊,是这太子就不立了 立谁为储君,谁来做接班人呢 完全等我投烟气时候再说 可是这件事啊,您一天不定下来 这皇子们的心里啊,就像长了毛毛草 他不安分啊 弄得这大家呀,都没有方向感 都认为自己呀,有一丝希望 废太子应扔,都关在咸安宫反省去了 还得托人家给爸爸捎话 说这个西北打仗啊,我愿意带兵 说来呀,他是为国家好吗 当然不是啊 他是想立点军功啊 好把太子这把椅子再争回到自己屁股底下 这老大跟老二一圈进呢 据说这老三在家里呀,已然以储君自居了 以印刺为首的所谓八爷党啊,是继续做大 这老九老十老十四,整天跟这个强使的苍蝇似的 钉在八爷府上啊,不知道谋划着什么 这好不知死的老八印刺啊 竟然还找到自个儿的爸爸 跟皇上说,说您看啊 前一阵子您公选太子的时候 大家都选我 您看弄得我很难办啊 您也没想立我为太子 我也没想当这太子 干脆啊,我称病吧 在家装病不出来,不就没人跟您提这事了吗 康熙一听就火了呀 跟这儿子说呀,你太痴心妄想了 你就是一个小小的贝勒 你竟然妄想着 有这种和自己身份不相移的想法 你不用装病 因为爸爸我呀,压根就没想立你为太子 您说呀,这诸如此类的事也多了 他气人不气人 朝中的满汉众臣们呀 他们也各有各的心思 满洲的公兴贵族就想了 趁着这个乱子呀,就得立一个 对我们这帮人有利的皇子为储君 这样啊,以后有什么大事啊 咱们还得商量着来 既然都是一块打的天下嘛 干嘛就用您的皇上一日说了算呀 好家伙的来 投延气呀,您甩出一个名字来 说他呀,名就是你们的皇老爷子了 到时候啊,我们是一点招没有 不听也得听着了 这儒家汉臣们想的呀 也是让这老皇帝早些立太子为好 因为这皇上啊 越是按照中原正说的方式来经营自己的王朝 就会对这些所谓的独书人 汉族大臣更好 就能实现他们的利益最大化 所以说呀,不管是皇子 还是满朝的文武大臣 都愿意老皇上重立太子 不过这回呀,和第一次立太子 是有区别的 大家伙的意思呀 这回呀,得公推了 我们一起选出一个皇帝来 那么面对朝野上下的这些态度 这老皇上有什么措施没有啊 哎,这康熙皇帝 整整装了十年的糊涂 获了十年的稀泥 一有人提起此事啊 这老皇上就说 这选太子嘛 立储当然是国家的大事了 别着急,别着急啊 让我再想想 过两年,过两年再说 再有人提起此事啊 这老皇上就说了 行,我看行 你们都做好准备 想想啊,这个心里边这个太子的人选 明年,明年咱们就公选太子 到了明年啊,又没音了 还有人在提出此事的时候啊 这老皇帝又说了 这储君嘛,太子啊 我心里已经有人选了 过一阵子,我再想想 再考察考察,就要公布给大家了 反正啊,这一而菜再而三的 这老皇上一拖呀 他就是十年 可是他老这样装糊涂 也不是事啊 有的时候啊 这皇帝啊 还得这掰开了揉碎了 小之以礼,动之以情呢 跟这帮臣公们解释 这皇上说呀 汉唐以来 太子又冲,上保无事 若太子年长 其左右群小,结党营私 咸有能无事者 这皇上的意思是说呀 你瞧这皇太子这个爵位啊 他是个高贵的爵位 除了皇帝就是他了 自汉唐盛世以来 这国家一旦立了太子呢 太子小啊 还好说 太子一旦成年 就会有自己的班底 这些追随太子的人呢 一旦结为党羽 就会滋事 因为在他们的心里啊 这太子当一天都长 什么也不如立刻登基 就做了皇帝 这样啊 就能早早的实现 这帮太子党的既得利益 所以啊 这年长的太子啊 就没有不生事的 除此之外啊 还有一点 也是非常关键的 这皇上说 金仲皇子 学问见识不厚于人 但年距长成 已经分封 其所属人员 为不各庇护其主者 即使立之 能保将来无事乎 皇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 你看这帮皇子啊 虽然这个学识学问不咋地 但是啊 年纪不小了 已然都分府了 各自手底鞋啊 都有一般自己人 那惹定了 这帮的奴才啊 都盼着自己的主子 能当皇上 都极力的保护自己的主子 那就只能是互掐呗 即便呀 咱们现在立一个皇太子 你就能保证 没人陷害荼毒太子吗 那不是又一个应人出现了吗 在这儿啊 咱们得插一句 有的专家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啊 是这样的 他们认为啊 皇上这么说的意思呢 是对所有年长的皇子 是既担心又失望 所以啊 将来可能会在年幼的皇子当中 策立一位储君 所以就有了后来 康熙皇帝 又策立老十四 为皇太子的传言 可是学徒我呀 翻来覆去的读 也没在这句话当中 读出老皇帝这份意思来 您觉得呢 这康熙皇帝 有没有那份意思啊 在这件事情上啊 很难说这老皇帝 康熙有多大的政治智慧 无非呀 是挤退到这个份上了 郭德纲那句话 怎么说来着 叫贼起飞制 好在呀 自康熙五十一年以后 这十几年呀 也没出什么乱子 但是这康熙皇帝 在最后时刻 有一件事办的呀 我是非常不理解 我不相信 这康熙皇帝 最后选定印针为接班人 是在临死前的一念之举 可是在这十年里 这康熙皇帝的身体啊 确实是一时不如一时 五十四年的时候 这康熙皇帝呀 这右手就不能写字了 应该呀 是中风的表现 哥 康熙皇帝 他们老家东北话说呀 这就叫做脑血酸 这隔壁五老二那酸的是腿 康熙皇帝酸的是右手 到了这康熙五十七年呀 不知道怎么着 那年这康熙皇帝 又得了心率过速的病 一犯起病来呀 是脸色煞白 容颜顿改 哎 这就到了康熙六十一年了 在南原打猎的时候 这康熙皇帝 一下子就晕死了过去 病了一个多月 再次发病 熬了六天 人没了 就这样 康熙皇帝 对自己的身体 太自信了 都没留下呀 一份正式的文件 公告天下 传位给谁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康熙皇帝崩逝于大清顺天府畅春园的清晰书屋 享年六十九岁结束了长达六十一年的统治 统治帝国之长是中国几千年帝王史的第一名 文韬武略的康熙皇帝 在最终立储这件事情上啊 做的实不怎么地 直到了弥留之际 多了多说的留下了一句话 庸亲王 黄四子印针 人品贵重 身骁镇宫 必能刻成大统 着际镇登基 即皇帝位 就这么一句话 给后来庸正皇帝登基 留下了无限的故事 您瞧 今儿咱们在这儿 不还掰着呢吗 得嘞 九子夺迪啊 咱们就讲到这儿 明天啊 咱们开新故事 托付托付啊 还得靠您老几位啊 对我多支持 我是您的好朋友 昆仑刘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 点赞 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 挨着给您讲故事的 唯一动力 天不草了 咱们呀 明儿见